即將絕拔 印度老山素材 登牢過來的 這個是紅肉的印度老山的壽茶 你現在去買壽茶 我等一下那個單價 你一定買不到 什麼原因 我跟你解釋一下 那社團有標印度老山根 那這是一種形態 再來第二種形態 如果你玩鄉的年紀比較 這個資歷 表現所有年紀 資歷如果比較久一點 你有聽過四婆跟八婆 什麼概念呢 印度呢 它是沒有出口的 所以 當時所謂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商人很聰明 原材料它們不能出口 但是你把它雕刻成藝品之後 它就可以出口 台灣也可以合法進口 所以可以看到早期的 一整根的 一整根的 然後上面有一些雕花 雕一些圖騰 就變成藝術品的方式出口 什麼叫背拔細拔 就是一個音棟啊 音棟剖個兩刀 就是四分之一 或者剖成幾刀 會變成八分之一 叫細拔背拔 能夠切成素材 在當時一定是可以車珠子的 那現在可以車珠子的 原材料 只要完整的 甚至夠大可以雕刻的 比一台金的一萬元 各式 五位數以上 一台金要五位數以上 你說能不漲嗎 因為沒有了嘛 沒有人會願意拿一台金 五位數以上的成本 來把你剖成 小塊小塊的來賣你 如果你是業者 你一定會拿去做經濟價值 更高的事情 你不會拿來剖收場 所以這些賣完就沒了